猪戶车抵达车祸现场 骑士倒在路边等待救援 只是重击呢 原来划到对象车道去了 还起火燃烧 重击把简易自来水管都撞破 不断喷出水来 但也顺势帮起火的重击来灭火 车祸事故发生在台山县苗栗 石潭路段 骑士骑乘重击跑山出意外 疑似过弯不慎 先自撞电杆后又划到对象车道 巨大的撞击力道连轮子都喷飞了 救护车人车到场后 发现现场为重击自撞 撞断路旁电线杆 且机车起火燃烧 随即加派水箱车支援 病患者经救护人员初步减张后 意识清楚颈椎无损伤 请左脚侧油擦伤行形 因过弯失后不慎撞断电线杆 车辆弹飞至对象车道起火燃烧 因撞坏路边水管 连带交袭燃烧车辆 幸会发生严重事故 苗栗台三线是知名的追焦胜地 周末假日吸引大批重机族前来跑山 但山区部分路段弯路多 驾驶也得注意行车速度 避免造成车祸意外出状况 民事新闻许家城邱俊超 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